5月5日,香港特區政府宣布,鉅於疫情趨於緩和,將放寬多項疫情防控管制措施、健身中心、戲院、美容院等場所將恢復營業。 5月27日開始,學校將分階段復刻。 香港特區行政長關林鄭月娥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表示, 5月7日到期的規管飲食業及禁止群組聚集的兩條規例將延長14日至5月21日到期,但與此同時會放寬部分管制措施。 與此同時,我們會放寬部分管制措施,包括第一,餐飲處所的同台人數上限會由現在的4個人放寬至8個人,其他的規定會維持不變。 第二方面,措施是以下7類早前關閉的商業處所可以重新營業, 他們包括遊戲機中心、健身中心、遊樂場所、包括戲院在內的公眾娛樂場所、美容院、按摩院和麻將及天狗灑落處所。 林鄭月娥說,這些場所在恢復營業後仍需遵守一些規定,例如戲院內作為數目受限,美容院的美容師工作時要採取額外的保護措施等等。 此外,酒吧也將恢復營業,但不能有音樂或舞蹈表演,而卡拉OK、夜店、派對房間等場所將繼續關閉。 禁止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的規定也將由4人方框至8人。 林鄭月娥同時宣布,學校將於5月27日開始分階段復課。 針對跨境學童,香港的居政府教育局長楊潤雄表示,若14日強制檢疫安排在復課室仍然實施, 已經由法律基礎容許其就跨境學童的情況,依照法例向政務司司長申請豁免。 但此前需同內地部門做詳細討論。 現時,我們正與內地的部門商討港人過境的防疫便利措施, 會一併考慮如何確保兩地的防疫工作不受影響的前提之下, 令到27,000個跨境學童和相關人員可以來往深圳和香港。